台南市跟日本三市交流有更新的进展 自将2021年台南市跟驾驼市相逢议会 签订优贺交流协定后这处够提官兼职 以前台南市长会提到驾驼市六门川大座 透过修行会议 参加台南市跟驾驼市推动交流协定书 将为两岛市到来近平凡的交流 会议一开始驾驼市六门川大座 就将日本人欠顺有的忙的作风表现出来 顶国会30号台南市长会提到驾驼市 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定 高兴市不受加藤因此收招 与日本驾驼市专门川大座 台北主力经济文化代表处台西夏中庭 他会输行会议方式 签订台南市跟驾驼市推动交流协定书 进一步进化相逢的交流 特别的教育市民主体组� 要求中国有更多的代表 中国人都进化相逢的交流协定了 归室会发生中庭达行会议方法 然后部分人都会提到 与企业国会议方法 以防波案栏管制造专业国会议方法 跟京都友谊长存 其实上方在疫控一半年就有签订交流协定 不过去出席台南市议会对驾驼市议会 这次选定在改革协定第三党的市客 推动市政策的合同交流 更加上日本关键新冠级别的优惠记董 向这次签订更加有意义 台湾获得日本政府赠送224万剂的COVID-19的疫苗 协助台湾共同度过难关 我们抱着深切感谢的心情 也高兴见到台南跟京都两个历史城市 能够长久以来有非常好的交流活动 这点是签议满三年 所以满三年的时候来推动 这个市跟市的交流协定 这种细政治的政策 没有被这个疫情打扮 台南各驾驼都是两国家 也想有历史意义的下期 也都同样是世界历史都市人民的新冠 这次处的都市推动交流协定签订 不然是建议这一步的办法关系 也要建议清华台南相公正义 既然满家其政府才能报到 谢谢观看 关系